姚生太短 这手有 哈喽大家好我是杨平 哈喽大家好我是Aaron 哈喽 哈喽啰 嗨 ok 今天就非常非常非常的荣幸了 可以请到我的表弟为我们演讲一下 关于在新加坡勒 打拼了一些点点滴滴 以便让 想要在新加坡 发展的朋友勒 有更加清楚的一个概念 恩 嗯来 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是Aaron 是他的表弟 现在我是在新加坡打工 今年多少岁啊?结婚了 今年27岁 是吗?26 26岁 还没结婚 OK Aaron lie 就是我的表弟啦 我想问一下你在新加坡是从事什么行业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新加坡是从事一个滚泥土技术公司里面做工程师 怎样讲滚泥土呢?是concrete之类的东西 啊对,滚泥土就是concrete咯 所以基本上我公司有在supply着concrete 问一下你在新加坡大概工作了几久呢? 做了大概两年多了 两年多啦 一半以上了 你是大学毕业过后就直接去新加坡打工吗? 不是 我毕业过后呢,我是有在马来西亚做点part time 做点三工 做breath,有做房地产之类的 讲到房地产来讲哦 怎么那时候你会放弃做这个房地产这个行业呢? 那时候就觉得收入不稳定了 我就想要找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了 所以就开始找工作 当初怎么你会决定去新加坡做工呢? 因为马来西亚这样多选择 为什么你要选择去新加坡这样远的地方做工呢? 哈哈哈 也没有想要去新加坡先的 我在那个absorbent score找工 就找到有马来西亚的工作 团结也看到有新加坡公司了 就why not就也去apply咯? 马来西亚的公司呢先找我 然后我就去interview去了解 然后在考虑着的时候 因为他们已经offer我了 就在考虑的时候 新加坡公司uppish我 所以我就去做了interview 然后大概也了解一下就觉得 why not我就去try新加坡了 so就这样我就 打我们装就去了新加坡 就进了新加坡啦 像当时候哦 你刚开始进去这个新加坡公司做工的时候呢? 工钱大概多少了呢? 大概是 我新币 新币 当然是新币 马币我死了 哈哈哈 我讲 现在去到多少了? 大概 现在大概在 月露过完了 马币 哈哈哈 我不用再这样 我吃不用再这样 你讲你两年前就进这个公司嘛 就讲你刚做不久咧 就遇到coronavirus了 所以这期间你有遇到什么挑战呢? 挑战如果在生活方面其实也没有差啦 就是我们就跟新加坡政府的ruth 就是social distance lockdown 然后 so我坐那种地铁啊巴士全部就是 就可以做工那时候? 我们是有工作 可是因为我们是supply concrete嘛 supply concrete就是那些关于到那些concession工地 很多的都停工了 停工的话 so我们的supply也会 比较慢下来一点 so那时候是比较近一点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公司一定有很大的压力了嘛 因为都run不到哦 stress是担心会采用 幸运的我公司呢 是没有采到任何一个职业 工作方面是真的是有受到影响 就是 本身我们的工人那些也有些就是 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薪水比较少一点 so他们都走了 so当我们kickstart的时候呢 做更多人的工作 对我们就要自己下手帮忙做啦 一个人做可能两三个人的工作 会比较辛苦一点 是什么原因令到你坚持咧 是为了梦想啊 为了我家人 还是什么原因你会这样坚持 bonus bonus 就是为了bonus嘛朋友们 为什么也不能讲笑 也要遇到好的老板的情况之下 你觉得在那边生活咧 跟malaysia有什么分别咧 那个上班法不会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就是车多嘛 全部都是车 全部都驾车 全部都驾车的 在新加坡里是比较多人是做bus 做MRT 因为都是蛮方便的 因为那边你一下楼下呢 两分钟内就可以找到一个巴士站 在楼上我就觉得 他们的那个 paste比较快 paste比较快 so一开始我去到的时候是有点不习惯的 so我看到大家每一天 就是给我感觉上就是带 上班下班上班下班的感觉 so我开始去到前一两个月的 就不习惯就觉得 就是不习惯的 对就觉得感觉上 我拉着你就是为了 就是上班下班 吃饭睡觉 上班下班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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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东西 回来马来西亚 那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是怎样的呢 需要准备很多document process难不难呢 那时候其实 这个VTR一开通的时候 就马上想要去了解了 so我也知道 就要准备很多的 document 那些东西 然后又要做soft test so我就去找了那种Facebook group啊 看那些人是怎样回的 对看他们怎样回了 去了解 去问 虽然公司那边拿假会有点困难 因为公司是担心 等下你回去马来西亚 就回不来新加坡 so公司有他的顾虑啊 so 能回家是很开心的啦 很紧张 对很紧张 突然间什么东西漏了 就回不去了 不然就是在过了新加坡啊 过不到 进马来西亚卡对中间 就很怕这样的东西 那时候你去到 gustam 不是gustam 关口的时候 会多人没有诶 那时候不会诶 因为 就是真的只有 那个VTR 准备好所有document的人 才可以过 所以就真的是不多人 就真的是 一进去的是 那个排队也是空的 我看你的video 我就看到 那时候你是 早几天回来的 是给你的家的一个 surprise 对不对 对的 因为我就骗他们说 我记得那时候还是骗他们讲 靠近新年的时候 新年的时候我就骗他们讲 我是这一天回 可是其实我是 前一天就回来了 前一天就回来了 对 所以那时候你就 嚇到你妈妈 又惊又喜了 然后当场哭出来了 对不对 有 我是要找他 干净了 他有哭出来 非常的感动啊 我都是了 眼眶 哈哈哈 如果是有想过 要在新加坡 发展到比较远的话 可以考虑在新加坡哪批啊 要讲哪批啊 批其实它的 它的 criteria 现在暂时啦 你 either是要 SPASS 或者是EP 就是新加坡的其中一种 World Permit 这个如果你要了解的话 请你Google 哈哈哈 它第二个 criteria 就是你要在新加坡 工作六个月 六个月 六个月 就可以拿比较了 就可以申请拿比较 然后批不批呢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看样子啊 哈哈哈 看你家样子 应该是 拿到了啦 哎 对我拿到了 真有颜值对不对 会讲到没有 不要玩啊 有什么好处 会拿比较 会主要的好处就是 CPF啦 也就是我马来西亚 KWSP 对就是公积金 呃 新加坡的公积金呢 抽的那个巴仙是 比较高一点的 所以累积起来的话 会比马来西亚的 会高 哈哈哈 就我们回来马来西亚了 不小心活到55岁了 哈哈哈 哎呀不小心回新加坡 不小心有那个公积金 是这样的概念吗 哎 对啦就是这样 回来马来西亚啊 等到55岁的时候 就有一笔 新加坡的公积金 希望收看这个视频的朋友们 你们撑到现在来 哈哈哈 如果你撑到现在来 我很想跟你讲一句话 牛逼 基本上这个影片 是想带出一个概念啊 如果想要在新加坡 工作的朋友叻 会有更加大的了解 再加上刚刚毕业了 没有方向感 可以在这个影片 从中找到一些启发这样子 好好的选 然后选了 就好好的走 努力的走你要走 努力的走你要走的路 加油 朋友们 我们下集再见 买转器 负责研究 不会迷路 是想刷头老师 教你怎样做 com let's learn 我们